你觉得自己在创造营当中的实力和排名相符吗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创造营不止我吧 很多人实力和排名都并不一定是相符的 但有的人确实实力和排名也是相符的 实力和排名这个东西 它从来就不是相符的东西 我这个回答算回答吗 报一个创造营当中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是 说 爱 大家会在营里偷偷 一付费观看谁的朋友圈 我想看钱浩老师的朋友圈 花多少钱 花 你说钱浩老师的朋友圈值多少钱 100块 100块 那艺能见老师150块 150 更贵一点 压起来就250 250你也挺会挑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我随机发挥吧 随机发挥 我现在仿佛在做一个坏蛋 我不会骗钱 我不会骗钱 放一张就是大家没有看过 你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很棒耶 你真的是一个勇敢 感情感闯的女艺人 哈喽各位好 欢迎收看报佐巴爱豆 我是文韬 最新一季的创造营 大家都已经毕业了 所以我们会陆续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小姐姐上我们的节目 那么会让大家看的就是非常的眼红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眼睛 很红啊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一位 正是能唱能跳 而且腿长应该有9米吧 让我们欢迎李孟琪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孟琪 好欢迎孟琪啊 我们都是通过了创造营 让你更加的认识跟了解到你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感觉怎么样 感觉 呃就像是一场梦 哈哈哈哈 其实我还是很感动 其实呃我已经是上第二次这种选秀类型的对对名誉之子 对上一个是名誉之子就会觉得呃就会学到很多 就会感觉在那个过程里就会从艺能上 然后还有呃就比如节目上就很多环节上会去学习怎么做艺人这样 能够做自己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最开始的那个表演当中说谁可以PK刘仙宁 然后你咔举手站起来 我可以 然后说了一句还蛮狠的话 首先我们的大长腿在这里做的已经很憋屈了 所以我们想上去 然后我觉得我们比你们强 对 啊 对我当时说我们的大长腿在这做的很酸了 所以我们要下去battle你们 而且我觉得我我们比你们强 嗯哼 对因为当时其实就是我就在想 我说我到底该说点什么我才能被cue 因为前面的人我看他们都说的不是那么的厉害 他们可能不会想要把他cue下去 对就是你都放狠话都放了不狠 那人家怎么把你cue下去嘛 那人家怎么把你cue下去嘛 我当然就说不行 这一队我们一定得上 然后我就就就就稍微组织了一下 我的语言就出发了 结果他没选我 嗯会不会有点遗害啊 没有选你 会就是因为当时其实 呃 比赛它是有个赛制 就是说如果你PK上面首期的话 会嗯怎么说呢 可能被对团队会比较好嘛 因为我当时也是队长 我就想说我希望我们能够PK去上面的队伍这样子 但是后面就是一直在举手就没有那个机会再上场 对就只能到后面才能上场了 是 你觉得你最好看的角度是什么 好看 侧面 你过来一点点就是这个角度 对 而且会就是喜欢我的朋友 应该会发现我每一次的照片都是这个角度 都是这个角度 可能我的那个撑腰的照片 撑腰的照片是这个样子 还原一下 刚刚也说了 就是孟希他真的是腿长9米 要不然你通过你的9米的腿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怎么照相能够显出9米的腿变成20米的腿可以吗 就你稍微把腿往前伸 往前摆一点 对一点点 一点点 对这样子他就会有一个比例就可以拉长 嗯 对 然后你自己 你就合照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有效果 合照的话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然后打一下别人 然后自己写得更长 这样子可能会被打 哈哈哈哈 可能会被打 然后自己拍的话可能就是 自己拍的话 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你会很做作 就是你要这样子玩 要颠 不能颠是不是 就不能垫起来 这个可以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点太做作了 就虽然很显腿长 所以一般自然一点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 这个我甩是不是 腰还得扭一点 自然自然 我们追求一个自然 我有点做作了 对 他就是 但是你要跨 稍微送到这边 然后这边的腿的比例 也会拉长 对 手就往下甩一下 好 这是第二个姿势 对 对 对